是連武黨所蹤都沒有漏掉 唱國歌 國歌想起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CH-4軌直升機吊掛巨斧國旗進場 並且兩架黑暈直升機伴隨機隊 飛越總統府上空 象徵中華民國堅強的意志堅韌前行 而113年國進大典特別邀請 曾參與古寧頭戰役高齡90歲的 三位國軍英雄擔任國歌領唱 別起光榮的勳章 象徵曾經為國付出的血汗 要喚起所有國人熱愛中華民國的心 但每個人對國家定位不同 因此國歌環節 更是外界見識的一大焦點 一同參加大會的前總統蔡英文 人陳水扁兩人並肩齊唱國歌 不只全程開口口型清晰 似乎連無黨所中也沒有漏掉 但鏡頭轉向一旁貴賓席 總統府資政謝長廷 看似張嘴動了動卻又閉了起來 幾乎都沒有唱 相較之下身為大會主席的立法院長 韓國瑜送唱國歌情感投入 就連後方台北市長蔣萬安 唱國歌的時候也面帶微笑 形成強烈對比 至於總統賴清德 依循先前慣例 這時在總統府內接受外賓祝賀 等到韓國瑜的邀請 你才正式出席致詞 頂唱國歌藏了不少細節 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多次新聞政治中心 綜合報導